今天我们聆听的第一篇《读经》是《旧约的伊斯坦尔先知书》第35章 如果我们仔细聆听《读经1》体验出的开心、喜悦之情 就会认为先知所宣讲的时代背景和情况 与我们今天所处的令人向往的时代是不同的 其实不是 先知生活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充满着危机和架为困难的时期 当时耶路撒冷和辉煌的圣殿被拆毁 所谓圣城耶路撒冷里面到处都是废墟 那些有能力的人也都被冲军到邻近的巴比伦 只有少数的老幼病残者留下 沉症和死亡统住着这一片土地 没有喜悦的歌声 而只有忧伤和眼泪 面对这种荒凉的景象 谁是谁谁也有勇气和信心向人发出喜悦、節日和欢乐的邀请呢? 即使面对这么令人生畏的情况 以十二善致仍然他怀着乐观的心情 向人宣布天主的信息 这个是一个对事物充满感觉 有着一般的情怀的先知 他用令人喜悦的图像 表达自己的信息 这个是不是幻想呢 或者妄想 不是 现在我们看看天主正是完成奇妙的工程 如果人信赖天主 就没有理由感觉到害怕和失去勇气 就不会在困难和失败面前停滞不前 甚至屈失投降 谁如果在邪恶面前感到害怕 放弃勇气和信心 谁如果认为邪恶是不可以抗拒 谁就只能够证明自己并没有相信天主的大爱和忠信 而天主的大爱和忠信 在历史当中曾经陪伴着他的子民 以色列宗先知 以色列宗先知继续介绍天主在世上的奇妙工程 先知用病人获得全意的图像 来说明天主的工作 每一种疾病无论在身体上或者精神上 都是一种死亡的形式 生命的天主在哪里出现 死亡痛苦和邪恶 就会在哪里消失 上个星期日我们隆重庆祝祖堂建堂的134周年 而其中一个活动我们举行病人扶游礼 按照教会今天的要求领受病人扶游者 是那些是病人和年老虚弱 并且有生命危险给人 同居可以为他们举行这个病人扶游 为需要者祈祷 为能够获得神益和力量 去面对疾病和能够稳步走上人生的最后一程 在当日有二十多位的病人参加 他们列队先办妥妥的告解 而接着积极地参与尼撒 和领受病人扶游圣诗 当进行这个扶游礼的时候 主礼在他们头上和手心 画十字和对他们说 我看到个个他们打开双手 闭目地很准备接受恩宠 他们的信赖天主的态度 和向上主开放的心态 实在令人动辱 他们的身体虽然日渐损坏 但是内在的人就可以日日更生 他们内心的平安和喜悦 远超过他们面黄骨瘦的外形 今天我们聆听的是 《晚六福音》的第十一章 在这个福音当中 耶稣邀请使者若翰注意 世界的改变已经开始了 而上主画的能力 正是使沙漠可以成为花园 用一幅灿烂飞煌的图像表达 围绕之地的人民走向上主的西涌山 不可以忘记的圣城耶路撒冷 充满着欢乐和自由知识 这个是整个人类走向生命的象征 这些说话就是天主在面对 先知们在遇到不幸时的辩护和安慰 虽然间有时外在的标记和天主相反 但是信友们仍然可以认出上主 为光照那在在黑暗和死影下的人 和引领我们的脚步走向和平的道路 认识天主所派遣的墨西亚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先知的教导之下 以色列人他们等待墨西亚 等了几百年 耶稣列举先知 他们已经宣讲有关墨西亚来临的标记 来回答约翰的门徒 约翰先知被邀请去注意 有六个真实的事件 包括了 盲的人可以体见 龙的能够听到东西 麻风病人得到医治 弊的人能够再行 死人可以复活 穷人能够听到福音的喜讯 这些都是救恩的标记 新世界已经出现 曾经生活在黑暗当中 失去生命方向的人 现在被福音的喜乐所光照 谁没有向上主和向自己的近人走近 现在就应该发出回应 谁如果曾经感觉到自己的可怜 知处和毫无希望 而现在是可以听到好消息的安慰和说话 主耶稣藉此对约翰使者发出充满喜悦 和希望的邀请 邀请他再次看看自己对墨西亚的理念 一个对所有人怀着善意的天主的形象 和约翰使者以往的看法是不同的 那些怀着天主的想法接下墨西亚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没有按照世俗的想法行动 认为墨西亚应该符合世界的形象 感谢天主耶稣 我们在耶稣身上显示了对天主的信德 并不会为人带来信仰上的困难 怀疑和障碍 在天国里面最少的也都比约翰大 耶稣不认同人的圣善和完美 就是人获得资格的标准和基础 主耶稣邀请人想象中途使命的崇高 谁如果是属于天国的子民 就有能力给约翰使者看得更远和看得更深 谁如果接纳天主的新面貌 明白墨西亚的来临 是为了同人相遇 为人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带来宽恕 接纳他人和关爱他人 谁就能够进入一个新的视野 进入了天主的视野 在大前日圣母门罪大尖礼下午 我去到一间医院的深切治疗部 这间房里面探访我一个妹妹 她现在正在人生的最后一程 当日我为她举行了这个总告解 富有圣事和送圣体 使得她全部的罪过得到宽敏 和得到恩宠力量 去面对肉体的死亡 接着我们十兄弟姐妹 逐一在线上和妹妹交谈话别 给她鼓励 道爱 道謝和道别 妹妹承受着心脏病的痛楚 已经超过几十年 但她仍然怀着信德 坚信耶稣 愿意和耶稣基督同死同生 我们虽然间心痛难过 但仍深存感恩 借主和喜乐 因为再过一段时间 妹妹可以不再受疾病的折磨 可以进入天国 永享征服 今天的读经给我们两个的喜讯 第一 以十日才继续介绍 天主在世上的奇妙工程 甚至用病人获得治愈的图像 来说明天主的工作 每一种疾病 无论是身体上或者精神上 都是一种死亡的形式 生命的天主在哪里出现 死亡 痛苦 邪恶 就会在哪里消失 第二 谁如果接纳天主的新面貌 明白墨西亚的来临 是为了和人相遇 和为人在任何时候 是可以带来宽恕 接纳其他人 和关爱其他人 谁再能够进入一个新的视野 进入天主的视野 回应今天的读经 就让我们深存感恩 以信赖和喜悦的心态 去面对生活上一切的困难 痛苦和疾病 愿天主永受赞美 感谢您的读解 谢谢您的读解